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意绿数通路在大同油当中 二月顶星跟大同开始买油 六月福茂也跟大同买油 他们半斤八两通通黑 实际上来讲 即便是他们有GMP 即便他在当GMP的这个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他下不下来 我现在不是真的很在意他 因为GMP根本就没人要相信 那你一直在那上面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 只会把GMP的这招牌弄得更糟而已 GMP应该是将来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人 完全跟你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 去当所谓的这个理事长 如果是要把它重新再改过的话 实际上来讲 任何一个厂商在我的观念 你只要有东西上架 卖给消费者 是你就要负责 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政府呢 出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政府呢 允许了所谓这个调和油这个部分 调和油这个部分 刚刚我还看到了 这调和油可以调三个四个五个 甚至六种不同的油调在里面 你开了一个大门 然后自己又不能把关 然后让这些人呢 可以用假油来掺 举于这一次的这个掺进去的 这个所谓的棉子油这个部分来讲 棉子油啊 实际上是从棉花拿走了之后 棉子再去炸的 基本上是一个工业跟食品里面的 类似是废弃物的这个部分 我们台湾的这个大厂 你要给我们老百姓吃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应该一个 级数比较高的 这个好的这个食物才对嘛 结果呢 你是把人家不好的 几乎废弃的这个东西 拿来台湾 然后结果呢 用这种食品的这个方式呢 夹带进来 然后夹带在其他 大家会认为很好的油 然后卖给大家 实际上来讲 这个是对残害自己同胞的 这个做法 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这个大厂 你自己把关要很好 我们都可以看到嘛 这些大厂有哪一个呢 他是真正自己建立好一个好的实验室 在把关他自己产品的嘛 就不是像这样的这个公司嘛 我们政府还有很大的问题 明明知道说 这个棉纸油里面的这棉分物 我们自己没有把关的机制 上次我们不是在这里 还把他的检验方法给踢爆掉吗 一直到现在 那个检验方法还是不对的 没有办法把关 却允许厂商进这种 类似垃圾型的这个食物 到我们台湾来 给我们台湾的这个老百姓 实质上来讲 这个是绝对是说 说不过去的 将来要怎么样改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大的问题存在 因为这个 老师在总共有五家 今年进过这个棉纸 但是第五家 这个是立委提报 因为政府不愿意说出来 还不愿意告诉大家 谁进了这些棉纸 那棉纸进来去做了什么 这个是会让我们得不偿失的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棉分 实际上来 全世界科学家都知道 棉分这个东西有毒 而且会透过食物链 传给各式各样的这个食物 会比如说呢 你拿去养鸡养鸭 它会在他们肉里面 在他们蛋里面发现有棉分 你拿去养猪的猪肉里面会有棉分 于是呢 这个东西还会毒害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中国大陆管这个东西管得非常紧 基本上来讲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所谓比较低层次的近视类似垃圾之类的这种食物 你要用 那通常来讲你必须要把关的非常严谨 偏偏我们台湾呢 又没有这样把关的机制 将来呢就到食物链里面 到食物链里面呢 就要各种不同的食物去检查啊 是不是会跑到你炸鸡的油里面呢 会不会你拿去做了饼干里面的这个油里面也有啊 各式各样的食物都有 那你要做后续的这个补救的时候 你绝对是得不偿失嘛 太庞大了 对太庞大了嘛 那这样的事为什么要去做呢 那政府居然还允许它 而且是我们最大的这个类似食品的龙头企业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非常令人不解 是好我们谢谢老师 所以说在这里担忧的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做把关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回来